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們來到三國殺的影片 我們來看一場 大家看表演應該會看到 這個... 挺神奇的 我們來看看 首先說到選將 選將其實是極度差的 我已經換了曹操龍毅然 旁統是我的回合計劃 就是... 因為旁統對付這個... 旁統對付這個張角 還可以說手在一起 或者什麼 而且他有六滴血 也算是有一定程度的硬性 其他兩隻真的不堪任務 我換了但是也是垃圾 最後呢 決定用旁統 那就無謂博了 如果換了旁統之後 我這裡換了 如果用了旁統之後呢 換了旁統之後 就是垃圾 我這場不用打了 好 快點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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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倍速就看死大家 章句一來左右順 沒問題就用了 我覺得 當然有些最好不要解釋 這裡周宇要先跳板 但竟然不能跳 其實周宇要很尷尬 到這些位置沒什麼用 這裡 這張洛筆就不用了 閃電扔掉 叫做一下反刷 不知道其他反刷是否看到 這個位置扔閃電的話 不知道他能否明白 這裡位置 其實就有一個很錯的 應該不是很錯 應該是什麼 一個鎖章角就有一個錯誤 鎖章角就有一個錯誤 鎖主公和 因為 主公一砍都不是砍你 都不是砍他 砍你 所以我覺得 如果 如果張洛筆和你的敵人 我建議鎖自己和張洛筆 可能更好 是我的個人看法 這個位置落不舒服 竟然 我們弄了這麼多東西 竟然不中 這裡糟糕了 這個國家會滿血量 這樣 然後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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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太急了 這樣 弄一下張國 這個位置 還要弄到自己 沒有點體力 這樣 也不能站在一起 有十手牌 還要 這個 這個 三個 三個主中方 隊友 都是滿手牌 的情況 有個特館 不能算的話 其實 其餘兩個都滿手牌 很難殺到 這樣太心急了 那 其實 我也出錯牌 這位置 我救了 諸葛羅 但是 張國 其實 都是 屁下去 這張圖 是浪費了的 那 我打算他 奧到這張圖 看看 還能否奧到 結果沒有 這個位置很嚴重 因為 草岩加張國 是非常之厲害的 一個組合 是可以不斷殺過 尤其是他把青龍刀 不斷殺過 其實這個位置 已經領養三個隊友 死了 那 兼且 原來 托管那個 是內奸 那 這個時候 終於回來了 對 電腦系統 接手 已經知道 出事 我們不需要殺 這個位置 那 他們竟然搞 孫如 孫如 不搞 這個位置 挺好彩的 然後 曹王這個位置 不殺張國 那 就是 曹王沒有殺 但是 對我們 沒有什麼好處 那 這個位置 我就鎖了自己 和張國 那 就 免得他扔下來 因為 真的扔得很金 但是 這個位置 國家差禍了 那 很幸運 這下 國家竟然殺過來了 這是我第一個好處的地方 國家殺了下來之後 要知道 龐統小技 是可以復原武將派 which mean 我是會解鎖的 那 這下 閃電我就很幸運 避開了 但是 現在 就變了 不是二打三 一打三 反刺 就全部放了希望 不過 全部都放了 沒有眼看 他們 打算一打三 應該贏不了 那 那 正常的 但是 看完看到 張國 裝了一隻戒日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點 這個戒日 是直接鎖死了 之後你就會看到 那 這個位置 我們很幸運 除了殺之外 我們拿到一張藍蠻入侵 這個位置發達 藍蠻入侵的時候 應該是解了他的血 其實是薄的 薄他沒有殺 沒有閃 那 可能張國 也不會流殺 這樣 其實 我不知道他留了什麼 一會兒看看 這位置 裝罐石 因為 他真的放了一局 然後 曹昂 曹昂 幫不了張國 因為沒有了加一 因為沒有距離 所以 竟然 很神奇地 他們三個沒有肚 結果 我 一打三的情況下 他竟然 殺死了 這個主攻 幫這個 反賊 我們看看 張國 張國 其實保持著殺 不知道為什麼 他藍蠻無趣 他可能是掛機 那 只可以說 這個 真的很有運氣 但是 是贏的那一刻 挺開心的 這一場 因為 挺 unexpected 這支影片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